冷灰色系外牆 配有超大花園和中庭 位在板橋精華地段的 這區軍宅 就是王如璇遭到對手陣營指控 擔任老委會主委時 所購入的軍宅 而且前前後後買了四間 遭到質疑 轉賣圖利 買房子其實是為了要 就是我妹妹的房子 買軍宅它有一個風險 五年之後才能夠過戶 比一般的市場上面的 房子價格要來得低 不只在盡頭前澄清駁斥 王如璇更是搬出 當年被檢舉時 監察院所做的調查報告 標題清清楚楚寫著 調查王如璇買賣軍宅事件 而且調查的 還是前監委前林會軍 結果指出 王如璇是為妹妹考量而購物 簽訂7月之後 立刻移轉給包妹 沒有任何圖利的遺域 不過王如璇被質疑的是 買的是四間軍宅 除了自住 辦公室 以及給妹妹的之外 還有一間在哪裡 公布你所曾經擁有過的所有的軍宅 我想這個事情其實監察院都已經做過報告了 那麼基本上完全是合法的 而且都是長期持有的 完全沒有任何明顯來道德瑕疵的部分 自認一切都是合法 所謂的軍宅指的就是眷村改建成住宅 而這類的住宅公設比例比較高 還有五年的買賣閉鎖期 雖然在房仲市場裡面 算是比較稀有的物件 但買賣軍宅大也不在 一個公共設施 確實是相對比較完善 軍宅買賣不違法 但王如璇前前後後買了四戶 其中兩戶還是老委會主委時購入的 政務官適不適合大賺券改財 如今也因為總統大選被放大警示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